喂 我是吴季昕 我們現在是下午1點51分 4月27號2010年號 今天我們在台灣台北 是一個陰天的日子 室內溫度大概23度 台北去基隆非常近 我們坐車一個小時就到基隆市了 從新建這邊有特別車到基隆 一個小時就到了 現在是看到就是說 台灣的新聞從昨天開始 從禮拜天晚上開始一直演到今天 禮拜二 全部都是在演基隆 有一條高速公路叫國山道 發生走山的情形 我們現在還在注意說 台灣的各家媒體幾乎都是 全天的一直播放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到生還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長的等待的時間 我們也注意到剛剛中午 也注意到CNN號 從倫敦記者 Sasha Harriman 還注意亞特蘭大記者 Nathalie Allen 他們發罪報道 主要就是 還是保守黨的那個 David Cameron還是看好 保守黨還是領先 Paul就是他們的那個民調 還是34% 那是Liberal Democrats 看只有民主黨的情況 但是從Sasha Harriman的說法的話 這很可能是有少數黨組成 聯合政府 那三黨都不夠半了 所以他們那個 所謂叫Parlament 英國的那個眾議院 他們可能就是 就三黨都不夠半了 就是一個 就是掛掉起來的 一個議櫃一樣的情形 我們現在主要的考慮點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就我們在YouTube上面 發行的這個 新電西報 現在是可以繼續再使用了 我們已經從今年1月28號 全部停止 因為我們那時候 考慮到是不是要搬家 然後ADSL取消掉 現在是可以繼續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有三個 可以發表的原地 那我們是否是 要繼續使用 新電西報編輯 5G星這個名頭 我們就再考慮一下 我們現在在土豆網 也可以 還有一個是用5G星 W-J-I-H-S-H-I-N-G W-J-I-H-S-H-I-N-G 在那個 YouTube上面 也可以找得到 還有一個就是 V-E-V-E-V-E-G-E-S-N V-E-V-E-G-E-S-N 我們用的時間比較久 新電西報用的時間比較久 這是我們進行的一個考慮 謝謝大家 我是五G星 從台灣台北新電視 發出來的報導 謝謝